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本节课所使用的一个环境的话 是用的我们的一个Python 3.8的一个解释器 编辑器是用的Python 2021.2的一个专业版 如果说大家想要专业版的一个激活码的话 也可以去找慕智老师去要一下 因为很多同学都是没有激活的嘛 都可以去找慕智老师 然后以及我们是用的谷歌软件器 谷歌驱动 别问我 老师我用IE行不行 我用360行不行 别问 问就是我们今天统一用谷歌软件和谷歌驱动 有时候很多人来 老师我用这个行不行 我用那个行不行 别问 问就是跟我一样的 好不好 就跟我一样的就行了 然后模块的话是用的我们的一个Celine 然后的话是我们的一个3.14.1的一个版本 前面已经问过大家很多遍的 环境没有安装好 大家都说安装好了 那我就不再去强调了 专业版的区别是什么 专业版是要付费的 你这么理解吧 就是像最简单的GS解密 GS解密你是需要 你在社区版里面的话不能 达不到一个解密的一个效果 达不到 GS立项 因为社区版不支持NodeGS 但专业版里面可以支持NodeGS的一个语法 可以去调试代码 几乎骂有用 对 有用啊 好吧 然后给大家了一个听歌建议 就是对于本节课讲解的内容 有哪个地方不明白的话 可以直接在公屏上面提问 哪个代码不清楚 哪个操作不明白 都是可以去提问的 好吧 其次的话不要敲代码 先听懂思路 扣后找我们录 木子老师要录播 然后再去写代码 还是比较好的 因为你们听抄代码的话会跟不上 会跟不上一个节奏的 单机能激活吗 什么意思 什么单机能激活吗 需要激活码的话 都是可以去找木子老师 你不联网是可以激活的 不需要联网 会给你发一个激活的一个插件 把那个插件丢到我们的一个拍摄里面 就拖进来就行了 拖到里面就行了 好吧 这就是课前给大家去强调的一些东西 社区版能激活吗 社区版不需要激活 同学 社区版它本身是免费的 就不需要大家再去激活了 专业版因为它是需要付费 不是 付费的 嘴瓢了嘴瓢了 可以吧 专业版才是需要去激活的 OK吧 来 大家听课的同学问一下你们的一个学习情况 如果说你是零基础同学的话 给老师扣个零 有基础的同学的话 给老师扣个一 零一零一零一 来走一走 白嫖专业版 对吧 可以去啊 可以去找孟子老师白嫖一个激活嘛 零基础同学还是比较多对吧 零基础同学多的话没有关系啊 因为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东西的话 非常简单 很简单 射尼流 对吧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去 模拟人的行为 去操作浏览器 就我人怎么去做的 我人怎么去访问浏览器的 那我用射尼流这个模块 就怎么去操作 但是呢 它有一点点区别啊 有一些区别 像我们正常的爬虫的话 正常的一个爬虫 正常发送是什么样子的 是不是我们Python代码 模拟浏览器 发送 发送请求 对于我们那个什么 对于我们那个服务器 发送请求 发送请求 那我们射尼流呢 它就会有一点点区别 它的区别是 用我们的一个Python代码 去操作 我们的一个浏览器驱动 然后呢 通过浏览器驱动 然后再去操作我们的一个浏览器 再去控制我们的一个浏览器 它是这么一个情况的 它是这两个之间的一个区别啊 所以说我们首先要去准备的就是 一个谷歌浏览器 然后呢 一个谷歌的一个驱动 驱动很多同学不会安装吧 有没有没有安装好驱动的 那个驱动是不是可以被检测到啊 对 可以被检测到 那你也可以屏蔽它的一个检测 是需要加一串代码的 但是那一串代码有点复杂 我没有记住 是有的 你们可以自己摆住一下 就可以找得到的 好不好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今天要去爬的一个网站 那这个网站的话 我们既然是要模拟人的行为 去操作浏览器 对不对 那我首先 我是不是要首先要去访问到这个网址啊 访问到网址之后的话 是不是要在这个关键字里面 就在我们这个搜索栏里面 搜索我们想要去获取的一个商品数据 比如说我要获取衣服类的 对吧 我获取衣服类的 然后回车一下 它是不是就会给我们跳转到一个商品的列表页面 然后在这个列表页里面的话 就有我们想要的一些商品数据 比如说它的一个价格 销量 标题 然后它的一个货号 以及它是哪个工厂的 哪个地址的 它的一个店铺的一个年份是多少 这等等等等 一些数据都是我们想要的 是不是 就是我们 首先那我们第一步就非常简单 就很简单了 对 我人怎么去做的 那我就用代码去怎么去操作 那么首先的话就导入一下这个模块 我们就不需要去说 今天对吧 先来分析一下数据来源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就不用分析了 用生理能力模块 就不需要去分析数据从哪里来的 因为你只要是你肉眼可见的数据 对吧 你肉眼可见的数据的话 它都是会在这一个element里面是有的 比如说我们直接搜索一个if吧 if 我们肉眼可见的数据 我们不需要去分析它是从哪里来的 因为这些数据的话 在这一个element 元素面板里面都是有的 在这个面板里面都是有的 所以说我们直接在这个里面 取取数据就好了 不需要说 我通过一个抓包去分析 看它数据从哪里来的 这就是跟request去发送请求 是两个不一样的地方 不一样的地方 好吧 那么首先的话 先导入一个模块 from我们的一个selenew 直接写代码了 我直接就开始写代码了 selenew import我们的一个web java 导入我们的一个模块 爬取到html可以去除它的一个缩进格式 那你可以去试一下 可以去试一下 先导入模块之后的话 这个是导入我们的一个selenew 模块 给大家写一下注释吧 导入模块 那第二步 我们要实力化一个 实力化 一个浏览器的一个对象 对吧 其实就是一个驱动 那我们这个怎么写 用我们的web java 点上我们这个chrome 我们今天是用的谷歌软件 除了说你点的话 它会弹出非常多的一些方法 像如果说你是 有些人说 哎呦老师我要火壶可不可以 其实是可以的 它里面这里也有火壶的 有我们的谷歌的 对吧 还有我们一些什么open的呀 对吧 edge的呀 对吧 ie的 其实它也有啊 但是我们今天用的是 什么 我们的一个谷歌软件 然后用个括号就行了 给它括起来 然后我们用一个java的一个 java的一个变量 给它接收一下 这个的话就是实力化 一个浏览器的一个对象 其实按照最正常的 可能说大家见的 比较多的是什么呢 你们 你们可能有些同学 见过用过神经历 会在这个里面 写一个区路径 我给你看一下 原代码 它原码里面 它是会有一个什么呢 路径 对吧 它会要你指定一个路径 那我这里可以不指定 不指定路径的话 不指定路径的话 它有两种 一个的话 你的一个驱动文件 就是你的一个浏览器 驱动文件 浏览器 驱动的一个文件 和你代码是在一起的 和你代码 放在一起的 第二个 就是你的一个浏览器 驱动文件 放在什么呢 放在你的一个 Python安装的一个目录下面 只有这两种 你是可以 不需要去指定路径的 不然的话 你就一定要去指定路径 你不指定的话 它就会报错的 叫很多同学的话 就经常报错 找不到那个驱动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不会的话 前面跟大家说了 这里是有一个相关的 一个教程的 都是可以去找 木贼老师去领取一下 然后是怎么去 放在哪里 怎么下载 什么样的一个版本 都是有写的 学到了 对吧 好的呢 然后如果说我们这里 已经搞完了 那我们要去对 打开一个浏览器的话 就打开一个网址的话 就java点上一个get就行了 get得到嘛 得到一个网址 我们直接把网址 传入到这一个里面 传入到这个get里面 就可以了 那我们直接运行 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运行之后的话 它是不是就给我们 弹出了一个东西啊 弹出了一个浏览器 然后这个浏览器的话 它是受到我们的一个 自动测试软件的一个控制的 然后就已经请求到了 这个URL 打开了这个网址 这就是我们第一步 这第一步 先打开一个网站嘛 打开一个网站 打开网站 见不见得 我们正常的话 也是一样的 我们正常去 访问一个网站的话 也是打开浏览器 然后把这一个网址 输入进去 对吧 然后回测一下 就进入到这个网站了 还是比较简单的 设立牛 来 抄代码 抄赢了吗 同学们 大家都不说话 应该都在抄代码 就三行代码 有没有包错的 我想知道你们 肯定应该有包错的吧 有没有同学 包错的 没有包错的同学 给老师刷个鲜花 前面这个代码 你还可以抄一抄 后面你就抄不赢了 没有抄是吧 没有抄 那你很棒 那你很棒 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先打开了一个浏览器 打开之后的话 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 需要做的就是 我们要在这个输入框里面 我们按照正常的话 我要在这个输入框里面 输入我们想要搜索的一些产品嘛 产品的一些名字嘛 是不是 用的产品的一些名字 是不是 那我们 那我就要去干嘛呢 要找到它这个输入框 是从哪里来的 那我们就右键 点击一个检查 我们手边右键点击一个检查 那我要知道这个框框 是从哪里来的 用这个箭头啊 这个箭头 点一下箭头 然后再点一下这个框 点了字户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 我们想要的一个 我们想要的这个框的话 它是来自于哪个 我们输入框 是来自于这个标签里面的 是在这一个标签里面的 那如果说我要去定位到 这个标签的话 那你就可以用什么呢 定位标签 定位我们所说的一个元素标签 就可以干嘛 可以用我们的一个css 或者说是xpass 对可以用css或xpass 但是它会有一点的区别 这里面的话 它的一个css和xpass 是怎么用的 我们用一个java 点上一个fund fund element 对吧 一个by我们的一个xpass 这个的话就是 在这里面 就是写我们的一个xpass 这个语法 用re 这里能用re吗 这里好像不能用re吧 就我所知 这里是没办法用re的 没办法用re的 来xpass 对吧 或者说你通过id找 通过它的一个文本去找 对吧 通过它的一个列名字 通过css 都可以通过它的一个class 列名去找 都是可以的 那我们这里的话 就用一个cssselector吧 用这个 你可以翻译一下 翻译过来的话 它就很简单 通过css选择器 查找元素嘛 就比较直接 比较直接 比较好去理解 查找元素 那这里面的话 就写我们的一个css的语法 这个语法的话 就比较简单 对吧 怎么做呢 复制粘贴 教你们直接复制粘贴 鼠标右键 选择这个copy 然后copy一个selector 这个的话 就是去选中这一个标签 选中标签 选中我们那个标签数据 然后呢 右键 鼠标右键 鼠标 右键 点了之后的话 你们再选择一个copy 选择复制 然后选择复制 这一个selector的话 这里就是选 是复制的什么 复制的一个css的语法 语法 下面不是有一个xpass吗 那这个的话 就是复制的是xpass 这是两个不一样的 复制的是我们这个xpass 这是非常简单 你不会语法的话 也没有关系 不会语法也没有关系 那我们直接复制一下吧 复制的话 它应该是一个警号键 加上我们的一个名字 ID名字 对吧 它这里不是有一个ID吗 ID等于我们的一个keyword 这是我们的一个警号键 我们在css语法里面 像这种ID的话 都可以用一个警号键代替 然后呢 这是我们已经找到了 这个元素了 对吧 找到这个标签元素的话 我们要去输入 就是要在这个上面写上 我们想要搜索的东西 那我们就用什么 点上我们的一个send keys 发送 发送关键字嘛 send keys 就发送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要 写什么东西进去 我们就写一个衣服吧 写出一个衣服 那我们运行给大家看一下 我把这个给它关了 它就会在我们 这个搜索框里面 自动写一个衣服 看到没有 同学看到没有 这是不是它 自动给我们写了一个衣服了 是不是自动在这个里面 写了一个衣服 是不是比较简单 这个的话就是通过 我们这个元素面板 然后去发送 就输入我们想要的东西就好了 还是比较简单的 很简单 太简单了 这个send key 看前面的同学问了什么 为什么要用send key 为什么不能用呢 你可以尝试着用request 去对这个网站进行采集 你可以尝试用request去采集 对吧 你会发现 还是send key 香一些 还是send key 香一些 我看到了有一个s 和一个没有s的 等一下我会告诉你 等一下我会告诉你 好吧 因为刚刚有些同学说 老师我看到了一个 对吧 还有一个这玩意 对不对 还有一个这玩意 一个是单个 一个是有s 一个是没s 从字面上来理解的话 你就知道 这是取多个标签 取多个标签 是吧 那你这个的话就取一个标签 有s的话就是多个 没s就是一个 这区别就在这里 是不是 就能理解s的话是负数嘛 OK吧 英语的记为语法了 你通过这个的话 你可以理解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的话就取多个 这个就取一个 那么接下来的话 要干嘛呢 我们接下来一个步骤的话 我是不是要回车一下 我是不是要回车一下 那我们用send key率 回车的话怎么回车呢 也能回车 我告诉你 我们send key率的话 不仅可以控制一个鼠标点击 不仅仅可以控制 鼠标点击 还能控制什么呢 键盘 它还可以控制键盘 可以做一个键盘的输入 还是比较好用的 就相当于真的是一个 自动化的一个东西了 但键盘的话 我们这里也是需要导入一个 导入模块的 from send new 点上我们的一个web driver 点上我们的一个 CUM 再点上我们的什么 一个keys import我们的一个keys 这后面前面这个是小写 注意细节点来了 后面这个k一定要大写 这个key的话就是键盘键钥匙 我们一般说的是一个键的意思 用idle可以执行吗 可以执行 好吧 导入这个 很多同学不会打 给你们复制一下吧 还是有人抄的 那这个的话 怎么去做 我们要回车的话 也是在这一个标签里面 也是在这里面 我输入之后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回车一下 那我们的话 还是一样的 还是在这一个标签里面 那我还是在这个标签里面 那我还是发送一个指令 发送一个关键字 我这里就不是 对吧 发送密钥 我这个密钥是输入我们的一个文字 那我这个密钥的话 那就是输入了什么呢 一个回车键的一个指令 keys 点上我们的一个 这个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回车 回车键的话 应该大家都知道吧 回车 回车键的话 它的一个单词就是这个吧 对 那它就可以进行一个 你们给演示看一下 就直接会进行一个回车 是不是回车了 是不是回车了 怎么设置中文 可以点击啊 对啊 可以点击 但是你能直接回车的话 我觉得挺方便的 你能直接回车的话 我觉得也挺方便的 你一般的话 我前面不是说了吗 我们是模拟人的行为 去操作量器 你一般输入一个东西 我们百度也是一样的 我们随便收一个东西 我们一般都是 正常的情况下 都是点一个回车 当然有些人会点一个搜索 那也是可以的 只是两种方式的话 你们看着自己来 好不好 浏览器驱动不在一起 不能打开吗 不在一起的话 那你要指定路径啊 那你就要指定路径 这个是不指定路径的情况下 你要么就是跟你的一个驱动 你驱动文件和你代码放在一起 要么呢 你的这个驱动的话 跟你的在你的一个拍卡安装目录下面 我这里的话就是安装在哪里 安装在我们的一个拍卡里面 安装我的一个Python路径里面 给你们看一下 你的一个驱动 对啊 就在我的环境的一个目录下面 所以说我不需要去指定路径了 指定的是exe吗 对啊 对啊 是的呀 你可以看到一个原文件 你可以后面加上一个exe 对 加上一个exe 这个我就不改它了 等我改原码了 好吧 这是我们前面的两个小步骤啊 两个小步骤 那我们到了这里的话 就开始 我们是需要给它加上一个延时的 我们需要给它来一个延时等待 为什么要给它一个延时等待啊 这里会有一点点讲究啊 wait 给它10秒钟 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影视等待 影视等待10秒 它不会死等 不会死等 等它加载 对 因为我们有时候 大家应该有遇到过 我们进一个网站的话 就比如说我直接进这个网站 我再回测一下 它会有一个刷新的过程 你看到没有 它有一个数据加载的过程 它有些时候的话 它不会立即马上给我们加载出来 所以说我们这里要给它设置一个影视等待 就等它的一个数据加载完 加载完成 但是呢 它又不会说等10秒 这个的10的话 它是10秒的意思 只是说什么时候加载完 就什么时候结束 什么时候加载完 就继续运行下面的一个代码 对 和我们这个tom sleep 大家应该知道最多的一个颜色的话 就是tom一个sleep 这个颜色它就不一样 这个的话就是10等 对吧 一定要等够10秒 才会继续运行下面的一个代码 所以说这两个的话 还会有一定区别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会更加的灵活一些 因为它有些时候可能等个一两秒 对吧 也可能说你网速比较慢 它可能加载比较久 可能等个两三秒钟 是吧 你网速快一点的话 可能说一下秒开 或者说一两秒钟就可以了 是不是 这个时候还是比较 比较干嘛呢 人性化一些 人性化一些 那么接下来的话 就要去取里面的一个数据了 取数据的话 那就非常简单了 就根据它的一个元素 对吧 根据它的一个标签来取 看它这些数据 我们想要的这些数据内容 来自于哪里 我们直接用这个箭头嘛 点一下我们想要的数据 就可以直接定位到 它的一个标签 那我们这个商品的数据的话 都是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它的一个LI标签吧 它每一个LI的一个标签 都是对应的什么呢 对应的一个商品的一个数据 对不对 有一个高量显示 所以说我要获取 所有的一个LI标签 那怎么取呢 先取它上面的 它是不是有一个 product list 产品列表嘛 有个ID ID是一个产品列表的 然后再取下面的一个什么LI 如果说你不会的话 不会是SW语法 还是一样 直接复制就行了 copy一下 copy之后呢 它返回的是这个样子的 你把后面这个 指定是第一个的 这个玩意 给它删掉就行了 一样的 一样的 那这里的话 我们就是用了什么 点上一个什么 S了 这里就是S了 这就是过去多个LI的一个标签 然后我这里的话 就用一个变量LIS 给它接受一下 它返回的一个内容的话 它返回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列表 然后列表里面 就是我们的一个 Serninu的一个对象 给它看一下 稍微等一下 是吧 它返回的是什么 是一个列表吧 中国是一个列表 这里衣服这么便宜 对啊 它是一个批发网站 它是一个批发采购的一个网站 所以说还是挺便宜的 你们有些在淘宝上面看到同款的话 你会发现 同款可能卖个七八十上百 然后在这里面可能只要几十块钱 所以说会相对而言便宜的蛮多的 OK吗 这里是不是就获取到了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就要干嘛 给大家便利一下了吧 for我们的一个LI 因我们的一个LIS 因为返回的是一个列表 所以说我要把列表里面的一个元素 一个个提取出来 那这个LI的话也可以用它里面的一个方法了 放着 对不对 放着element 这里不是s了 这里就是element不是s了 不要写错了 写错的话会报错的 那这里面写我们的语法 那我们首先来取一个吧 取它什么呢 取它的一个标题 看它这个标题在哪里 标题的话是不是有一个 一个room title room title下面的一个A标签 room title下面的一个A标签 class类的话 我就用个小原点代替 然后下面的一个A标签 是吧 A标签里面的一个什么 文本数据 A标签里面的一个文本数据 我直接给它复制过来 获取文本的话 就点上一个什么 text 那它就会给我们返回一个 标题啊 这就是商品的一个标题 我们可以直接print 打印一下这个title 它的一个数据 我们就多获取到了 简不简单 是不是挺简单的啊 同学们 好 有没有不懂的地方 那对于前面这一块 有不懂的地方的话 可以问一下 都听懂的同学 可以给老师刷个鲜花 都听懂听明白的同学 可以给老师刷个鲜花 看似来简单 确实挺 其实操作起来也挺简单的 有不懂的一定要问啊 不要乱与充促啊 不要乱与充促啊 因为希望大家都能 把每行代码的一个意思 都能理解 这个点text的话就好理解 因为我过去文本嘛 就点一个text 虽然不是特别懂 但是就是牛逼 挺简单的啊 挺简单的 真的 78行报错了 你70 对吧 同学我一开始是不是问过 我一开始是不是有问 同学们 你们这一行是不是有报错呢 有没有报错的 没有报错吧 对 别问啊 问就是你驱动不对啊 问就是你驱动问题 问就是你的驱动问题 浏览器 谷歌浏览器被禁了吗 没有被禁啊 怎么可能被禁了 好吧 没有被禁啊 你的驱动问题啊 你可以去找牧子老师 把那个教程发给你 没下载驱动 对 警号键代表ID 对吧 信号点号代表class 对 这个就是css语法 或者地方不对 对 你们都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啊 要么就是你驱动 你会报错的几个原因 我给大家简单注释一下 你们可能等一下 扣货的话也会出错 报错原因啊 78行 78行代码报错的一个原因 有几个 我给你们先注释一下吧 以后你们在写的过程当中的话 也可能会遇到 第一个的话 驱动的一个路径 对吧 你要么不指定路径的话 就在这里 给大家写过了 不指定路径 驱动路径问题 第二个 驱动版本 是否和谷歌浏览器 版本相近 对吧 这基本上就是这两个 基本上就是这两个问题了 没有其他的 编辑器怎么设置中文呢 在我们的一个插件里面 在我们的设置里面 设置里面有一个插件 插件里面有一个汉化 对吧 你搜Tranese就有了 搜Tranese的话 可以进行安装 好吧 这位 预阳空同学 那我们就记得往下取了 把我们想要的一些数据的话 都给它采集下来 这里我就给它稍微写快一点了 像我们的一个标题有了 价格我肯定也是要的 价格的话在哪里 是不是在这个 这个是以术啊 那我们就看到以术的话 我们就先要以术吧 取这个 有个class类对不对 有个类的话 我们就用一个小元的代替 然后取它的一个 以术的一个数量 就是出售的一个数量 直接给它复制过来 然后去取它的一个文本数据 然后的话就是出售的一个数量 用一个 用个这个代替吧 给你们简单注释一下 这个是标题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出售 销量吧 就是销量 对吧 就是销量 比如说出售的一个数量呢 就销量 还有呢 我们要取它的一个价格 看它价格在哪里 价格在这个span标签 啊 span标签 有一个br piece 对吧 一个brpiece 加一个span标签 那我直接再快速复制一下 然后有一个span标签 下面的一个文本吧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价格 那我这里用一个piece 给它代替 是不是比较简单 这就是css语法 就对到这上面 你实在不会就复制三天 实在不知道 你就复制三天 就好了 还有它的一个货号 货号在哪里 在这里啊 啊 有一个这个 对 有一个这个 那我也同样快速复制一下 还比较简单 这个网站太简单了 非常简单 真的 货号的话 我们就用一个shop number吧 shop number 货号 这是它的一个货号 然后还有什么 它的一个工厂的一个名字 这是它的哪个厂子的 代理商是谁 它的店铺名字吧 应该是 这是店铺名字啊 这是店铺名字 这个是工厂名字 这个是加工厂的一个地址吧 应该是 然后在这里面的话 有一个shop 对 有一个class类是shop shop下面的一个A标签 A标签里面的一个什么 文本数据吗 文本数据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店铺名 店铺名字 那我在这个地方的话 就用一个shop name shop name给它代替 如果价格随时间变化 怎么采集 那你 价格随时间变化 就是说每半个小时 它时间会变 那你每半个小时 采集一次不就完了 对吧 或者说你刷新以后 时间会变的话 那你根据它的一个 时间节点来算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年份 它是多少年的 这个店铺的年份 我直接是复制了这个 这个的话是它的一个年份 店铺的一个年份 还有呢 我们还要什么 还有这个加工厂 这个加工厂的一个地址 加工厂地址会有一点 不一样了 同学们 你取它的一个标题也行 但是我这里换一种方式 给大家取 这个能直接取到了 也能取到 这里的话 我就不取它的一个文本了 我就不取它的一个文本了 取什么呢 取它这个title的一个属性 给大家换一种 就是get我们的一个attr attr 然后呢 把这个属性的一个名字 给它放进去 这个就是获得属性的一个 获取属性 就是获取这一个 标签里面的一个title属性 就是它的一个加工厂的一个名字 这个是属于加工厂吗 地址吧 属于一个地址吧 地址 地址怎么打的来着 忘记了 翻译一下 这就是地址 铁程上价格变化的比较快 变化的比较快的话 那你对吧 那你就多多 根据它时间 就去发送请求呗 还有一个东西 我们要的一个详情页地址 我们还需要它的一个详情页 商品的一个详情页 商品详情页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是哪一个 这一个吧 这一个 在这一个 跟我们标题是同一个标签里面的一个HRF 标题在哪里 在这里吧 改一下就行了 get 我们那个HRF 这就是我们的详情 我们把所有数据给大家打印一下吧 把我们解析出来的一个数据都给大家打印一下 其实Sendinio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挺简单的 没有不需要说我要去专门去分析 这些数据是从哪里来的 对不对 你可以干嘛呢 直接去对它发送一个请求 对这个网址发送一个请求 然后根据它的一个标签属性 提取相应的一个数据内容就可以了 相对而言还是比较简单的 我把这两个给它关了 前面打开的 我们想要的一些数据的话 它就在一个一个采集了 一页的话一共是70条数据 那这一页数据我们就给它采集完了 简不简单 同学们 你们觉得非常简单 这就搞到数据了 是吧 这就搞到数据了 对啊 今天大家说话的同学比较少 可能说今天没有给大家 像四月老师那样 给大家爬丝袜 爬的是衣服 比较普通的 一点吸引力都没有 可能说大家喜欢的 还是比较喜欢丝袜那种类型的 眼睛看会了 脑子没有 先把眼睛看会啊 客户的话去 再去对吧 再去把脑子搞会 等一下周六的老师不是你吗 周六不是我 周六不是我 周六我没有讲课 这个插件不用请求头啥的吗 不需要啊 不需要请求头 我们说的 我们这个玩意 对吧 我们森林女 就是模拟人的行为 去操作量器 我都是在浏览器上面 进行操作了 我还需要请求头 我还需要请求头吗 我不需要吧 对不对 其实这样的价格变化很快 是用节省吗 不知道啊 没有去看过 不清楚 那你这个要你自己去分析 看看同学 如何搞到多业啊 多业的话 等下再给大家讲嘛 别急嘛 一步一步来嘛 这前面的话 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 都知录跟上的同学 听懂的同学 给老师刷个鲜花 如果说有不清楚的话 可以问一下 可以问一下 这个看着也不好看 双核浏览器 怎么确定它是浏览器 双核四核 这个同学一看就下错了 这个同学一看 我觉得你应该是下错了 对吧 我前面说了 你千万不要下错了 我前面在哪里说了 我前面没说 我前面没有醒 但是我说了 你千万不要下错了 很多同学会下成一个 什么双核浏览器 八核浏览器 什么十核浏览器 对吧 那都不是谷歌浏览器 那都不是谷歌浏览器 好吧 商品关键词换一下 看一下别的商品 对吧 你想换的话 这里可以教给你们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 在这个前面 在我们开头 在开头就可以写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可以写一下 输入你想要搜索的一个关键字 输入你想要搜索的商品关键字 对吧 那我们就用一个input 输入的一个函数 对吧 请输入你想要 你想要 获取的商品 关键字吧 搜索关键字 关键词是什么 那我们这里用一个keyword 给大家接收一下 keyword 然后把这个keyword 给它传到这个里面 传到 传入我们这里面就好了 那我们在运行的时候的话 我们最后还可以再加 加一个代码 因为我们是 我爬完数据了 我已经数据爬完了 对不对 但是这个浏览器还在这里 我要干嘛呢 我可以给它自动关一下 Java点上我们的快场 让它自动退出 就我们爬完数据之后的话 它浏览器会给我们自动关闭 那我们重新运行一下代码 我完了 把它关了 我重新运行 我重新运行一下 那我这行代码的话 还是写前面吧 它直接给我打开了 就离谱 我还没输入呢 我还没输入呢 它就给我直接打开了 不太好 不太好 那就放前面吧 请输入关键制 我们 你们不知道有没有丝袜 我们试一下吧 收个丝袜 它会就输入一个丝袜 然后它丝袜的一个东西就出来了 对啊 丝袜的一些数据就出来了 然后爬 它怎么直接就给我关了 我还没爬完呢 它直接给我关了 我先就停一下吧 我还没爬完呢 它也给我关了 丝袜 不应该有随手 随手 随手 哎 哦 不是 我以为它 它丝袜数量有点少啊 我以为是我代码问题 结果发现 就这 不太适合 对啊 不太适合 这太少了 为什么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男的 这丝袜里面 怎么突然跑了一个男的出来 就离谱啊 这个不太行 不太行 太少了 随手服 果然你们还是喜欢看这些东西啊 随手服也就这么几件 也就这么几件啊 好少啊 它还成这个样子了 不管它 不要说出来 为什么出现这个 同学一开始跟你说了 千万不要 干嘛呢 我们今天用的是什么 3.14的版本 用的是3.14的一个版本 指令版本的一个安装 你用的是4.0的话 它会告诉你这个东西期用了 它会告诉你这个亲用了 不推荐使用 因为你安装的是4.0的一个 手机率版本 所以说你要把版本号 换成我们的一个什么 3.14 怎么换 先卸载 重新安装呀 先卸载 再重新安装 指定版本 我们去安装 同学 那么接下来的话 保存数据啊 保存数据 我们把获取下来的数据的话 我们用CSV 保存到一个字典里面 那我就给它先传录了 传录到字典里面 把这些数据内容 4.0只是换了写法而已 对 只是换了一些写法 会有一点点区别 但是都是一样的 思路都是一样的 我把我们获取的数据 给它传到这一个 列表里面 字典里面 对吧 这是我们的一个销量 销量也给它放进去 我们那个价格 我们接下来就要保存数据 把我们这一页数据 进行一个保存 然后保存完一页数据的时候 那再教大家 怎么去爬取多页的 一个数据才教 爬取多页的 店铺名字 show number 对啊 我们店铺的一个年份 好吧 年份 然后地址 对不对 把这些数据的话 我们都一个一个的传进去 然后呢 我们导入一个模块 导入一个模块 导入我们这个CSV模块 CSV模块 import我们这个CSV 我们首先先创建一个文件 先创建一个文件 摸索模方 一准夺 啥意思啊 搜索模方 一准夺 模方是啥 模方是那个成绩模方吗 就是那个扭的吗 我们先打开一个文件 就把我们的 把我们的一个数据 写入到哪里 写入到我们 就一个商品.CSV吧 我这里有一个商品.CSV了 我前面 上课之前运行的一遍代码 我把这个给它删掉 然后保存方式 Model用A 用追加写入的一个方式啊 用A追加写入 encording 对吧 我们UTF-8 是吧 用我们的一个UTF-8 指定一下编码 NUNAP 给它兴起一行 然后呢 对不对 这是我们打开好的一个文件夹啊 打开一个文件夹 然后用我们CSV模块里面的一个 字典写入 DigitalWriter 字典写入的一个方法 把我们这个文件给它传进去 并且给它加上我们的一个字段名 加上我们的这个字段名 这个字段名的话 它是一个列表的一个形式 它是一个列表 那这个列表里面的话 加的是什么呢 加的就是我们这些关键字啊 加的就是我们这几个关键字 我直接给它复制过来 给它复制过来 然后这里就是有一个小技巧了 有一个快速替换的一个小技巧 快速替换的一个小技巧 选中要替换的内容 先给你们写一下内容 然后呢 按住我们的一个Counter键 加R键 输入我们的一个正折表达式的一个命令 匹配 规则 先全部选中 按住Counter键加R键 会弹出一个框 然后在这个里面的话 写我们正折的一个匹配规则 点心 是不是 然后把扩 这是匹配到的内容 上面这一段的话是 是告诉我要匹配哪些数据 然后下面这个括号框起来的 这个框框框起来的 表示的是我们已经匹配到的一个数据内容 那这匹配到的数据内容 要给它替换成什么呢 替换成一个度号 那按点击一个全部替换 全部替换 哎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快速替换的一些小技巧 那我们用一个CSV Writer给它写入 用个边缘结束一下 然后呢写入一下我们的一个表头 写入表头 最后把我们刚刚的那个字典数据 也给它写进去 DIT 老师我有个问题啊 把扩取出来的这些数据 自动上传到阿里云网盘上可以吗 但是阿里云网盘没有API接口 该怎么传进去呢 那这个就要去分析了呀 这个就要去分析了呀 是吧 那你这就要去分析了 理解吗 同学们 这甘地同学啊 因为你这样直接问我的话 如果说你能分析到的话 是可以的 按理论上是可以的 按理论上是可以的 那我们运行一下 看一下我们得到了一个东西 刚刚我们那位同学说模仿对吧 那么直接 我怎么来了个模仿啊 模仿就一条数据啊 模仿就一条数据 我打错了 就很尴尬 然后把这个数据删到我重新再来一遍 关键字的话 我们搜索一个if吧 还是if吧 close和quit什么意思 一个是关闭 一个是退出 close的话是关闭当前页面 那个quit的话是退出浏览器啊 它是不一样的 区别在这里啊同学 这是把我们一页的一个数据采集完了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采集之后的一个 是什么样子的 对吧 得到的话就是我们这些商品数据 哎 销量对吧 价格啊 货号啊 七七八八的都有了 如果说你们想要 想要把数据干嘛呢 清洗一下啊 是啊 像这个过号的话可以给它替换掉 以兽的话也可以替换掉 那前面这个符号的话 好像它自己加的吧 是自己加还是有的 哦 本身有的是吧 都可以给它替换一下 像这个价格 我们可以用replace的一个方法 给它替换掉 是吧 然后还有它的货号 因为它不好看嘛 replace 别打错了 我老是打错这个单词 它这个货号 我们也可以给它替换掉 那还有呢 销量 对不对 它销量是我们的一个 什么 以兽吧 把这个以兽也给它替换掉 就变成纯数字 因为变成纯数字的话 会好看一些 会好看一些 看一下其他的吗 应该没有了 那把这个数据的话 我重新给它 给它保存一下 我把这个给它删了 删了 来重新保存一下 有没有想要爬的数据啊 有没有想爬的 没有吧 没有的话就继续移服了 Switch 这个人家是 协服采购批放网 你爬个Switch 你这多多少少有点过分的 PS5有吗 你怎么不说个PS 对吧 有没有显卡啥的 人家都是协服 都说了是协服 你是 等人家网站说 你来咋场子的吗 3090啊 你们真过分 对 这相应的数据 给它采集下来了 看一下我们得到的 一个数据利用 还是比较好的 简单吧 简单吧 它这有些加融的 这有些货号的话 还是中文的 还是中文的 这年份的话 就不用去了 多少年多少年 就挺好的 不用去了 这就是保存数据 简单简单 有没有保存这一块 没听懂的 普天系 保存这一块 有没有不懂的 没有的话 我们记得网上讲了 就翻译了 对吧 你没有关闭文件 不需要 可以不用关 问题不大 好像同学想 都习惯性 写一个F.close 对吧 F.一个close 那关一下吧 好吧 强迫症 但是我一般不行 它会自动关的 它会自己关的 不关闭不是 存不进去吗 它说的是这一个 它说的是这一个 F.close 关闭 不是你的一个文件 是你不是说 我打开的那个文件 没有关闭 好吧 我们两个人 说的东西 都不是同一个东西 很多同学会说 老师你这个没关 对吧 能不能点F.close 关一下 你可以关 也可以不关 对于现在的一个电脑 来说的话 它会自动结束一些 没有必要的一些进程 连Hilis都不需要了 我跟你说 说了呀 Hilis是不需要的 你用Cenry的话 可以不用啊 但是你要加的话也可以 它Cenry的话 也可以加 也可以加 好吧 那翻页的话 怎么去做呢 对吧 翻页的话 就要进行一个模拟点击了 我们这是第一页的一个数据嘛 那我们爬第二页的话 按照我们正常的去浏览 去浏览一个网站 我们爬第二页的时候 是不是会点下一页 或者说是点第二页 对吧 你点下页的话 点击下一页 它是不是自动就跳到第二页了 是不是 那我们再点下一页 是不是就第三页了 所以说我们要去爬 多页的数据采集的话 那我是不是就应该点一个什么 点一个下一页 点下一页 这样就可以进行一个采集了 它一共是100页的一个数据 对 那么就点一下 点击一下 那我们就是需要干嘛呢 找一下 我们每次循环之后啊 我先给它定一个函数啊 DF 我们那个get 我们那个ship ship我们info 我们商品数据 对吧 我们定一个函数 为什么要定一个函数呢 因为我们要循环 循环啊 也是需要用的循环 我每一次 把这些数据爬完之后的话 我就给它干嘛 给它去 点击一下 就点一下下一页 就点一下这个 那我们就看一下下一页这个标签 在哪里 我点错了 对吧 它下一页标签是不是有一个net net 1 对吧 next 是不是 那我们就点上一个next 找到这一个元素 找到这个元素标签 然后点上我们的一个什么 click 点击嘛 就给它点一下 就是点击的时候 就我们爬完一页的话 就给它点一下 就会谈到下一页 那这个的话 那就有意思了 有意思了 那我们就要在这里给它来个for循环 for我们的一个什么 pager n什么 n我们的一个range 给它循环多少次 1到11吧 就爬前11页数据就行了 先打印一下 正在爬取d 多少页的一个数据内容 配置 数据内容 来用一个分个幅给它分个开 分个开一下 那呢 调用一下我们这个函数就好了 调用一下我们这个函数 那我们爬 每爬完一页的话 我们给它稍微来个延时 所以说我们前面要加 导入一个时间模块 导入时间模块 import我们这个tom模块 那我们再爬完一页的话 我们就一个tom点一个sleep 给它延时一秒钟 这样就可以了 对吧 应该有问题吧 没问题啊 其实我们有个地方 可以稍微改一下 在哪里改呢 在这前面 在这个地方 给它改一下 每次我爬的话 我就可以输入一个什么呢 keyword 这关键字的名字的话 就根据我 我的一个 一个我搜索的内容 就给它定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名字就好了 那我们直接输入吧 if 回车 它会就会自动采集啊 就一页一页慢慢采集 对吧 正在爬出去第一页 点击下一页 再给一个加载时间 这里不是写了吗 这里不是有一个加载时间吗 对吧 现在已经爬到第几页 第二页了吧 当然自己采集的 就第十页 其实你看速度的话 它不算慢啊 不算慢 其实也算OK的 也还好 第三页 简单 简单吧 这就是神经流的魅力 你浏览器 就是你人去怎么操作的 对吧 我们浏览器 人是怎么操作浏览器的 我们人就去 怎么去携带嘛 就非常简单 真的 但是不会 不会很正常 是吧 有些同学 总有同学不会的 来我们现在给你们解答一下问题 对于前面的话 有哪一行代码不太清楚的 都可以问一下 好我说你们包错了地方 神经流就不会被反爬 神经流你要被反爬的话挺难的 挺难的 因为你是 你人去正常请求一个网站 他会给你封掉吗 对 你人正常 去请求网站 就是去浏览吧 应该说是浏览网站 会给你封掉吗 会不会 不会吧 你就是模拟人的行为 你是怎么去做的 他浏览器怎么做的 非诚说可能说干嘛呢 对吧 你总不可能这个网站这么厉害 你连一个正常人去浏览 他都会给你封掉 都给你反爬掉 那我就无话可说了 是不是 统一加控格怎么加 什么意思 神经流是不是 request能做到 它都可以 不一定 不一定 那神经流很强大呀 但是它速度比较慢 有验证码怎么办 有验证码 你可以做打码识别呀 同学 神经流可以做滑块 我前面不是说了吗 你可以干嘛 它不仅可以控制 数比较点击 还能控制键盘 就如果说你出现了 一个滑块的话 你可以控制 它去自动滑的 自动滑 怎么集体缩进 选中按table键 选中按table键 怎么控制 怎么控制 就是你去找元素 找它的一个轨迹 计算它的一个距离 计算两个图片之间的 一个距离是多少 缺块和图片的一个距离 然后的话你去做一个滑动 你像这些东西的话 即使在我们的一个系统 个层里面都是有焦的 刚刚选中好几个代码 直接空格 哪里 我哪里选中几个代码 直接空格 有验证码可以做一个 验证码识别 现在的话 做素质的验证码 是最好做的 就文字 那种文字 文字或者说是一个数字 文字或者是数字 这一个验证码识别 是最好做的 最简单的 说的是缩净吧 缩净的话是按table键 table键 集体缩净 选中按table键 集体缩净 是干嘛呢 按我们的一个选中 是选中 按我们的一个table键 这是缩净 取消缩净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shift 加table键 对 比如说 我按个table键 它就缩净了 shift加table的话 它就取消缩净了 比较简单 还有问题吗 还有什么问题 有验证码可以去识别 我可以给你看一下 有没有验证码的一个网站 有哪个网站是有验证码的 可以给你们简单说一下 有没有 给一个有验证码的网站 可以教你们弄一下 淘宝 你疯了 淘宝可以过验证的 对吧 淘宝是可以过验证的 超级音音 超级音音是打码平台 对吧 超级音音是打码平台 这个东西挺好用的 超级音音还是挺好用的 原本来说给你们介绍一下 用怎么去过验证码 是不是 学习通是啥 学习通 他手机号 他称号密码错误 1 2 3 4 5 9 10 11 是吧 3 8 11 你没验证码啊 有个垂直验证码 没有验证码 你们先找着吧 你们先找着好吧 你们先找着 你找到网站 你再跟我说 不然的话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做 感觉爬虫就是一个 程序化的一个操作 一步一步套路都是固定的 对啊 对啊 爬虫套路基本上固定的 主要是在于一个数据分析 数据 数据的一个分析 然后去抓取 像是利率的话 就比较简单的 比较简单的 好吧